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嘿嘿 小姑娘哭得多悲伤 不知道是谁把她抛弃 现在该往哪里去 亲爱的小妹妹 请你不要不要哭泣 你的家在哪里 我会带你带你回去 亲爱的小妹妹 请你不要不要哭泣 我会用我的爱 温乱你的心灵 不要不要悲伤 不要不要哭泣 在这夜里 让我带你带你回去 不要不要悲伤 不要不要哭泣 在这夜里 让我带你带你回去 呼呼 好听吗 好听是吧 好听是吧 来 跟我们一起堆着手 好吗 要 很棒哦 这是这种节目效果 这是现场的互动 不要害羞 是吧 好听是吧 在那站路灯的下面 有一个小姑娘在哭泣 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 小姑娘哭得多悲伤 不知道是谁把她抛弃 现在该往哪里去 亲爱的小妹妹 请你不要不要哭泣 你的家在哪里 我会带你带你回去 亲爱的小妹妹 请你不要不要哭泣 我会用我的爱 温乱你的心灵 不要不要悲伤 不要不要哭泣 在这夜里 让我带你带你回去 不要不要悲伤 不要不要哭泣 在这夜里 妈妈还在等你 在这夜里 让我带你带你回去 来 感谢我叔叔啊 感谢我们的那个 感谢大德哥 感谢兄弟是个弟弟 第一大哥 感谢大哥 特别今年老哥 好 谢谢 那么再次聆听了当年的那个 那种杨坤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 应该是在很小的时候 我们就听过这首歌 对对对吧 戴上耳机 简单的互动两句 你觉得就是说在你一生 dominant tema 那他最后2个人认识 在一起算是一年 和你发现想的 真正主要掌承